各位读者帮玩好 却惨遭林桌拥有拿督 私里头衔的伤人和其有人摔悲闹事 导致女侍主脸部遭玻璃刮伤 男侍主的头部更奉了于60帧 31年没换地址 林吉祥上阵宾州属谣传 林伯上阵宾州指示传闻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从1986年在丹荣上阵竞选开始 其选民策就沿用招宾城地址至今 从未更换 网传林吉祥的选民注册地址是在宾州 其国会投票选区是单荣 州选区是光大 因此传他再来借大选准备在槟城上阵竞选 吉翻新潜艇舰队抗华 印度全方位角力 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对峙近一个半月 中方近日发出强硬表态 局势如舰在弦 两国角力不止在内陆 在印度洋上的较近义早已悄悄展开 印度意识到 老旧的海军设备将士该国陷于劣势 近年来积极翻新潜艇舰队 对抗中国在印度洋的威胁 今晚娱乐重点 老公在暴破产危机 徐若轩卖身捞金扛家计 徐若轩三年前远嫁新加坡 老公为马可波罗海业集团执行常理云峰 该集团去年爆出资金缺口高达55亿台币 近期又有消息指该集团五月濒临破产 已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保护债权人 产后已付出的徐若轩进来也传出向某单位 探寻寻演计划 有人解读为似乎想卖身攒钱筑家计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 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